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就是說每次馬政府出什麼差數都找阿扁來擦屁股啦 說是阿扁遺留下來的八年遺讀 在這個有個節目叫做2100裡面常常可以看到 沒錯 大家好 我是李濤 歡迎收看2100全民開講 光請你收看對美國牛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這個美國牛進口對台灣人的健康有很大的影響 難道馬總統不該為台灣人民的健康負責嗎 是 究竟是美國牛影響台灣人民的健康嚴重 還是阿扁前第一家庭貪污影響台灣人民健康嚴重 開罰這張口音 開罰口音 韜哥你是扯遠啊 我再講一個這個 現在核四亂蓋嘛 核四以後會是爆炸影響台灣的生命耶 難道馬總統不該為台灣人民的生命負責嗎 是 是 到底是核四影響台灣人民的生命嚴重 還是陳志忠開加嘎其尼克影響台灣人民的生命嚴重 開罰口音 開罰口音 你是扯遠啊 我再講一個講一個 這個美國這個康乃迪克總是瘋狂殺手啊 拿槍進入校園殺了二十六個師生耶 這個槍擊案 是 是 是 究竟是康乃迪克槍擊案 對美國的影響比較嚴重 還是阿扁在看守所打手槍 影響是美國的影響 阿扁到底有沒有打手槍 有沒有打手槍 阿扁到底有沒有打手槍 我覺得阿扁一定有打手槍 是 是 是 全台灣民眾都認為阿扁有打手槍 阿扁你承不承認 承不承認 不過馬上扛音進來就承認 什麼節目 所以這個阿馬政府真的不會利用媒體阿 來轉移台灣民眾焦點 很危險阿 真的 像之前阿 這個我們大家在抵制美國牛的時候 突然媒體不報導美國牛 改報導李宗睿 大家就忙著去下載微電影阿 後來也沒有人在管美國牛這種事情 沒錯 所以阿我覺得以後我們台灣政府阿 乾脆直接開放進口 美國蟑螂 因為反正只有前三個月會抵制而已 三個月過後大家就 其實這脆脆的阿 沒有沒有沒有 我真的是什麼蟑螂 我真的是紐西蘭蟑螂 嘘 我是美國蟑螂 但是我今天會用這個會用 就是 喂 莫名其妙 所以以後大家慎選媒體要小心阿 好啦 今天最後還有一個重頭戲阿 特別申請給大家 那就是呢 耗值千萬的 沒錯 待會大家請大家跟我們一起上去 嗯 半夜我 謝謝大家我們時間得到 謝謝